主席 我是大道理理長 我想說基於一個公平原則 事實上之前提出了一個逃生避難空間的部分 目前是流色20米 就零口血巴巴像這邊是流色巴巴 我想是就這一塊部分的時候 既然大家目前是主張一些公平的原則 那我想前面你們已經提過這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稱綠帶流色跟道路部分稱為永久性空地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都達到30公尺的一個寬度 也就是說是不是在零口血巴巴像這一帶的時候 是不是能夠再多出一個兩公尺 四周都達到30公尺好像用比較好交代嘛 然後因為你28公尺跟30公尺好像差個兩公尺 再怎麼講就是不公平啦 那我想說這一點的話 是不是能夠再爭取一下 那這是就空地的部分 那第二部分就是量體高度的部分 那我想用一個很簡單的概念來敘述說 我們將來所面臨的樓層高可能會多高 那我們先依照法規環平的部分的話 它是100公尺跟30層樓以上需要環平 那我們撇開這件事情我們不談 我們就依照博德原有的設計是200億的情況之下 目前提高為400 所以說它的那個容積的倍數的話大概是1.9倍 那依照原有博德規劃的高度的時候 樓層高度是在15公尺 不是,是在15層樓,對不起 那不然就要再成長1.9倍的話 將來的設計規劃可能在整區 在那個我們所謂社會福利用力這一區的時候 樓層數可能會達到29、28層那麼高 那我想說那個有多高呢 我們比照台電大樓有多高 台電大樓前面面臨的 面臨的螺絲幅度是60米 那我想說這種... 40米,對不起 40米 所以說這一塊的時候 是不是那個量體部分 是不是得以縮減 那剛剛第三件事情就是說 剛剛市議員有提到 我們目前在一個社服用力 納入哪一些 納入圖書館拖育中心 親子館公營住宅老人活動中心 事實上它每個都有每個的特性 每個都有每個的特性 剛剛曾經有提過 並不是我們社區比較人粗 其實也是這一塊的時候 事實上就之前的話 曾經有療養中心啊 曾經有銀法族世界啊 事實上這些 就社會福利是對的 但是就 臨近社區的部分的話 是所謂賢物設施 但是居民還是忍受下來了 那我想說 就公營住宅的部分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原用一種方式 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在商業區裡面設置 因為那個 我們既然這邊是有商業區嘛 商業區的話 它本身可能可以允許 那個 那個 龍基管制在那邊設置 以上